今天我聽到說就是說想要來討論這個助理老权問題 那當然是因為說最近這個問題引來證明火熱 因為各大學到底是要騙把助理當作所謂的 他們創設了一個做勞部型助理跟學習型助理的差別 那學習型助理就是不用有任何勞動保障 但他還是助理 那勞部型助理才會有法律上的勞動保障 包括勞健保、勞動基準法是私人 然後學校聲稱和教育不聲稱 這次可以由私生自由決定這一件事情 那在進入到這個爭議前 當然我們現在最主要公平的立場就是說 如果有工作就應該是勞部型 因為勞動法的保障的目的不是為了 應該說它是一個強制目的 它是為了要確保大家工作的安全 所以例如說會有自在危險 所以需要有勞工保險 會有不合理的勞資關係 所以需要勞工基準法 它不應該是由雙方可以自由決定要告私人 它本來就是一個強制規定 它本來就是一個限制契約自由的一種法律 那教育部目前又要有什麼說法是說 如果要有跟課程學習有關聯 才可以叫做是學習型 但是我們的立場也是認為說 有沒有學習跟是不是勞動保障 本身並不衝突 甚至可以說並無關聯 一項工作很有可能都有學習意義 但跟他要不要有勞動保障是沒有關係的 要不要有勞動保障的考量是他是不是工作 而跟他有沒有學習的性質 或者跟課程有沒有關聯 不管 但反正這一個說 這一個 儘管我們認為我們很站得住腳 但是現實中 因為大學他們掌握了很多各種的優勢 所以我們還在想一看 好 那話說從頭 就是說到底我們今天為什麼會爭議這個問題呢 我們 我去跟一些 我發現有些人是有分的理解 好像有一個原因是 我說特別是老四輩 他們會覺得說 欸 他以前當助理好像都沒在做事情 就是好像很輕鬆 這真的是一份工作嗎 我們為什麼要來證詢他是勞工 但其實他是有一個變遷的 就是說 在 據說上一代 助理很少 而且 助理的確是一件不一定那麼負擔工作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因為 在很久以前 就有一筆叫做研究生助學金 那裡面就隨便都知道 就是教育部會依據研究生的人數 然後 撥給學校一筆叫做助學金的經費 那多半戲所就會把這個助學金 直接撥給研究生 來作為他們勉強生活的經濟來源 所以可能這筆錢 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五千到八千塊這麼多了 那他是沒有要求負擔勞 就跟獎學金一樣 就我領了錢 我其實沒有什麼責任 但是到了大概1990年代中 才開始越來越普遍的要求助學金 領助學金等的要負擔工作 到了兩千年以後就更加明顯 幾乎到了兩千年中以後幾乎是超過一半 甚至更多的領助學金的都是一定要工作 你如果不工作就會領不到人的助學金 所以助學金的牢固化導致了 我們越來越會覺得所謂拿助學金是一件工作 然後擔任助理不再是一個不用做事情的狀態 而是要做事情 那為什麼他要這些人去做事情呢? 他為什麼要牢固化? 那我們如果區別 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 好 原因 我們自己的原因 一個就是說大學他的教學跟研究的內容複雜化 以前大學其實就老師在這邊講 把同學靠筆記 然後考試 但是在教學上面他們期望說要有更多的 例如小組討論 例如課後討論 聽不同類似團隊合作或翻轉教學這種東西 所以他需要更多單獨教師之外的其他的助理想方式 這某種程度好像是他們從美國學來的就是一種教學助理的制度 老師負責講一個核心的部分其他部分交給TA去帶領小組討論 據說效果變得比較好 研究也是 研究以前是 其實在台灣 研究過去並不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 大學的核心功能其實被人在做研究 知道的環境他在一種知識經濟啦 然後產學合作啦 然後要爭取研究經費啦 這種東西下面 導致大學的還有科技部 那個爭取世界大學台名啊 所以研究的產出變得更加重要 以前其實教師喜歡的人做的人就不喜歡的人做 現在沒有 是一定要做 不做不能升等 然後評價會過不了關 所以他的體制上也開始鼓勵老師大量採用研究助理 以前老師帶研究助理 所以也要不像是說真的要幫他做的事情 而比較像是說我培養一個人 透過他跟我一起做研究來讓他學會 現在不是 是因為我科技部的計畫真的要結案 然後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然後要有核銷經費 有的人跑田野、有的人打組織保 所以沒有助理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幫他工作 所以助理變成是他的重要的一個工作團隊的夥伴 這個是很客觀的事實 那再來說產出變得複雜化學校的助理 但他為什麼這樣的一個助理 他的搞化薪資變低 或者說為什麼他不聘正式的人員來當專任助理 而要用學生功呢 他一個考量還是跟學校的經費越來越少的關係 學校的公司立大學的經費 所以他的美生的公共經費其實在縮減 美生 就是說總體的教育經費其實沒有縮減 但是因為念大學的人 特別是念研究所的大量的增加 那假如說高等教育經費其實也有緩緩的增加 增加不多 有緩緩的量 但遠遠跟不上念研究所的擴張速度 以20年前跟現在來說的方法 以至於美生能夠分到的經費變少 然後政府又要求學校自己要投聘 所以學校沒有錢他怎麼辦呢 他能用的方法就是用更便宜的方法來評估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天去那個哪裡 我們跟大員隊跟台大電子所的經理研究生認識 因為我們一直考不懂理工科到底那個助理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跑去找他們 請他們吃飯 大量請他們吃飯 然後我們沒得問一下 你們到底在幹嘛 他說 我就說你們什麼時候在實驗室 然後他就說就每天啦 我說他每天 他說對阿就一到五阿 他說禮拜六禮拜天看個人 然後我說哇這麼長喔 然後他說對阿每天早上九點就到了 學長就在你又趕不去 然後就一直會坐到晚上 他說也有人會住在裡面 有沙發床可以睡覺也可以領域這樣子 我說哇這個聽起來 這個跟科技業那個有點像 他說對阿就是跟科技業那個環境是一樣 責任者 那他們一個月只能夠拿到硕食生 只能夠拿到六千塊錢 每天就住在裡面 那我說你在裡面幹嘛 沒有住在裡面 每天在裡面工作 他說就是做醫的時候幫忙打雜嘛 然後幫忙做做做做教授叫你做幹嘛 學長叫你幹嘛 你叫做那個實驗室 那個實驗室 他們等於說每個教授下面有個實驗室 然後實驗室下面就有 有博士生嘛 然後有碩士生 他具體也說老師要負責計畫 想說我們的實驗室要幹嘛 然後博士生負責代理 然後碩士高年級負責執行 碩士高年級負責執行 碩士高年級負責打仗 安報仗 什麼種這樣的體制 他等於就是每天在裡面 從事這個實驗室的生產 可以這麼說 那實驗室幹嘛生產呢 因為老師會有科技部的計畫 請到經費說要請生產主成果來對方 有跟採取合作的計畫 當然也有個人的研究這些東西 我們就說你們這種人力啊 如果我要在外面勞力市場聘 至少也要花三四萬塊才有辦法聘到 恐怕都還不一定聘得到 一個像你們這種學有專精 懂得搞這些事情 然後願意在研究室實驗室 搞一個禮拜的這種勞動力 他們說對啊 所以他們每天都在想趕快畢業 就是教授什麼時候放我走 他就可以趕快去業界上班 他一去就薪水就大幅的增加 我說這代表你們的薪資是高度的被壓扁 因為如果取消這個助理的制度 或者說取消學位授予的制度 他不能找不到這種人 但顯然就大學位認知籌才有壓低成分 他發現了一個好方法 就是叫研究生幫忙來做事情 他不要直接說幫我做事情 不要只寫自己弱文 幫忙老師做我計劃 那同時學生的工作需求也在增加 所以工作需求就是說他的經濟上的需求 經濟 就是說學生隨著高學費的話 然後隨著普遍性不分社會階層 都一定會越來越多的進入到大學形式 有經濟負擔的學生的比例是很明顯在上升的 然後再加上大學的就學期間再增長 所以其實不要說特殊的背景 就是說一般學生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算說念大學四年就要花一百萬元 學費加生活費加住宿費 大概一年要二十萬 差不多是要的 特別是有台灣因為私立學校佔了六成多 所以這個很大的比例 佔很大的優惡 因為我要念研究所 兩年一百五十萬加大學 等於六年也要一百七萬 這是很大的一個經濟 對於說儘管是中產階級家庭 也不是一筆很簡單的事情 一年能夠存到二十萬就很厲害 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那怎麼樣存到一百五十萬 供小孩的一件事 兩個小孩的過分 所以很困啊 所以學生他需要工作 那就配合進了這個學生通的體制 所以大量的學生做的出現 那有的在做所謂的教學助理 有的做研究助理 有的在繫索工夫 那錢的來源會不同 有的教會做學生 有的是科技部記號 有的是教育部記號 有的沒的記號 有的沒的記號 那共同打造了這個 這個我們覺得是在生產的體制 確實在是中文章 我們想是我們得到的 我們讓我們去跟節儉 我們必須要甚至